一年一次的春节党怎么少得了他 经历几次调动 这是今年春节党唯一有沈腾的作品 时隔三年 沈腾影镇这对赛车搭档终于再度合体 同样是韩寒导演兼编剧 同样是关于车的主题 没法不让人想起之前那部《非识人生》 沈腾标志性的搞笑 搭配韩寒特有的韩氏冷笑话 创造了电影里几乎所有的名场面 曾经的传奇赛车手 现在竟然连科目二都过不了 很多人都记得沈腾在李幻英里 那首唱四遍四遍都不重样的 但其实在《非识人生》里 沈腾早就秀过一把标准的粤语 最后沈腾求赞助求到了腾格尔老师这里 双腾强强联手 终于凑集了比赛资金 最后用几乎自我毁灭的方式 重新证明了自己 从何看前三部作品都能看出 英雄主义永不死的主题 但英雄同时又总要承受现实的耳光 破惠无气里的冯绍峰 以为父亲早就死在 与海上暴风雨的对抗中 最后才发现 这不过是他抛家弃子的借口 半身的信仰瞬间崩塌 乘风破浪中 彭于燕的乡村蝙蝠侠帅气现身 但没几秒就被骗去了武器 狼狈的制服好坏人 却搞得自己裤子都拉不起来 飞食人生就更明显了 一个连科目二都过不了的落魄赛车手 但以上这些人心里的那把火 却从没被浇灭过 你可以说他们没赢 但却不能说他们输了 在最新一部电影《四海》中 依然延续着这样的主题 同样是活在狗铁里的小人物 同样是永不熄灭的英雄主义 等下来 我们可以帮你拉下来